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帮她加持了以后 然后后来她就有那个狼 肿瘤 最后手术之前就变成狼 就现在这个女孩小手好了 当时她的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她的贫血 然后她妈妈就为她练了一年多的小房子 就这个小房子练了一年以后 那个贫血不太没有好 越来越年重 到了去年的年底 手就长了一个肿瘤 就她妈妈打电话给我 我就问她妈妈 她妈妈说的 她就是20分钟 练一张小房子给她女儿 所以我就跟她说 我说当时我吓了一跳 我说你赶快去给菩萨忏悔 就是告诉菩萨 你前面练的小房子 全部都不要了 重新练 然后她就去忏悔 然后后来加上那个 洪秀就帮她助练 当她妈妈真的是 诚心诚意的忏悔了以后 然后当时台长很慈悲 就给她女儿加持了以后 就是她女儿手术才保住了 我告诉你 本来没一个手就没了 对啊 就是她的手就没有了 这是台长加持的 然后大家又给她 同学又给她助练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 哪不能乱来的 我觉得就是骗天骗地骗鬼神 那样骗自己啊 还骗自己呢 对啊 就是害了自己的亲人 还害了自己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说要劝劝大家 就是真的是要小心 有的人到现在还在自己搞呢 有的人还成一派呢 哎呦我的妈 他为了完成那个数量 然后不讲究质量的话 这样真的是会害了自己的 开什么玩笑啊 这种事情可以开玩笑的 你知道一张小房子 到下面去什么价值啊 一张小房子给人家 如果你 你比如说你 你比如说你给人家钱是假钞票 你说人家是什么想法 对啊 人家那么骂死你啊 气都气死了 对啊 那些鬼人家本来就很小气 对啊 另外一个同学就是 他还梦到地府上 地府的人来告诉他说 他练的小房子资料有问题 不能收的 看见了 对啊 真的是 他后来他发现 他真的是 他练的大背兜里面 就出了问题 就里面少练了几句 哎 这些人 就是很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问题 还自以为是了 20分钟念一张小房子 不得了了 我看他 哎呀 对 那个真的是 还有的人 马上就自从自己是 什么什么菩萨 什么什么菩萨 哎呦 不得了了 去封吧 去封 让他去好好的封自己 为菩萨吧 哎 真的自己害死自己的 没办法的 嗯 对对 哎你好师父